今夜三 今夜三 残兵压长当选人李光岚 27号特别先前往教会参与礼拜后 下午以扫接的方式 到各部落进行扫接卸票 沿路受到乡亲们的名炮热情迎接 本届残兵压长选举 共有三位候选人参选 李光岚为阿美族人 也是现任的代表会主席 此次获得1058票 以高出196票的差距当选 让长冰江再度有原住民族人 同时也是长冰江的所谓原住民李姓乡长 那么至于昨天晚上宣布当选之后 我非常兴奋 但是又有心理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开始 那因为当了乡长必须要把所有民众的托付 都要一一呈现在我的以后的施政工作里面 李光岚表示 未来四年将尽心尽力认真施政 落实所承诺的地方建设 产业发展 强化行政团队等各项政见 颜色新闻法部人台东长兵采访报道